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修明山经济 因为中国是大陆法系 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学业压力其实也相对比较大 因为要需要去记很多法条 那记忆力方面压力比较大 但是呢 对于就是逻辑思维的训练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当初的话是一个契机在国内念法律的时候 我念了一门选修课叫法律英语 就大量的介绍的是美国加拿大的一些案例法 还有就是谈判的一些技巧 还有就是关于比如说法律渊源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那为什么选择澳洲是因为我觉得第一 澳洲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 那我觉得它的文化相对具有包容性 第二的话我觉得澳洲的JD现在在国内 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也相对较高了 那不像美国来说是属于老牌的法律国家 那它的名胜比较好 但是美国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它不太安全 因为它的枪支管制的问题 所以我选择来澳洲念JD 我是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准备了英文雅思考试 然后到了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就是搜索一些澳洲相关有JD学位的学校 然后去看学校的要求 看对成绩的要求 大概就是两年的准备时间 当时觉得英文特别的吃力 特别是口语和听力 因为老师讲得很快 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这个原住民的文化背景的不了解 那让对我的法律学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如果是对于就是教育质量方面的话 我觉得并没有落差 是很符合我的预期的 甚至我可以说是超出我的预期 如果你能够进入到那个课堂的状态 能够开始有一点对于案例和他这边的法理 一点感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会很有趣 就会觉得也没有那么难了 但是你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就觉得需要耐心和时间和坚持 去慢慢进入那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 当我接触一个事物的时候 我不会完全根据我主观的判断 就去决定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事物 我就会辩证地分析它 也就是说客观地分析它 不仅仅是根据我自己的主观判断 我并没有后悔过 从始至终都没有后悔过 因为我觉得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政治稳 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国家 那第二点的话 它的社会包容性和它的文化多元性 让我觉得在这边生活和学习还是比较愉快的 第三就是我觉得在这边是很快可以交到朋友 只要你足够的真诚 我希望去做一个社外诉讼律师 我自己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海商法和国际贸易 如果说对于法律毕业生 中国来的法律毕业生的话 以后的就业机会会比较多的 因为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来到澳大利亚 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每周六早上会去Darling Harbor跑步 如果是学校放了大概有一个月这样子的假的话 我就会和朋友约着去爬山 或者去悉尼的近郊 比如说Kiyama那样的小镇去住 大概一到两天 不管你遇到的困难有多难 你有多孤独 你有多无助 只要你坚持挺过去了 一切也都迎而解 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然后坚持不要放弃 欢迎大家来UTS 欢迎大家来澳洲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